兄弟们 这二手电动车到底能买吗 这粉丝私信师旧观预算想买他二手车 看中了小鹏P7和凯拉克CT5 这两台车刚好都是18万 今天我帮粉丝找着这块测试场地 在他动态对比一下两个车的底盘 刹车加速算一下通勤成本 车主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自己的数据 女粉丝马上到了 开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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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想到就被抽中了 买车有顾虑 是二手的电车 可能电池的损耗什么的 比较担心 粉丝说没好好开过这两台车 今天就陪他对比试驾一整天 我们现在就开始测试 你觉得要颠吗 能接受 整个车底盘 扎着手的还是OK的 我们再试试这开电子 它的方向好轻易啊 车飞不下 怎么样 怎么感觉这里面有响 这车是6万公里的 这车是1万公里的 这车是1万公里的 咱们现在给点速度 测试一下 100公里的刷新距离啊 刷车全力跺下去 刷车挺猛的 挺猛的 咱们再试试这开电子 好 动刷 转断抬到底 方向打到底去看这个车的转弯慢性 你能一把拐过来 这个还蛮关键的 就是小姑娘在车里面开车 有些小街小巷 掉头是否方便 这个叫气密性事业 车里面放了污化器 这些门边的接缝啊 里面这个烟雾有没有导出 目前来看这两台车的气密性 都还是不错的 这个环节咱们来测试一下空间啊 先看你调一下你的位置 你坐后排感受感觉 这个后排你看瞬间 腿部空间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 大概能记得住这个车的空间啊 看一下CP5 怎么样 这是比较压抑头的 是吧 坐后排 它就因为它这个溜背的设计嘛 头部空间没那个好 腿部空间比那个大 是吧 避住往飞住这个溜背啊 就是好看是真好看 头哥那这两个车上去都还挺不错的 那问题是二手车会不会有什么暗病啥 你看像这两台车 我是托车上朋友找的 在瓜子上面也上架了 你看上面有详细的这个验车报告 哎这个报告看着还写的都挺清楚的 而且你要是遇到外地才有的车员 还是可以跟卖家是DV1视频验车的 就有7天的时间试驾 满意的在过货 那还挺不错的 在回去的路上 小姐姐分别体验了两台车行驶中 车内的噪音水平以及高速行驶质感 今天咱们这个测试结束了 给大家做个总结 静音性方面 因为是噪音控制 几百二十公里 P7跟CT5都是一样的 然后成本核算 这个是大家最关注的 40公里 城市加高速 P7是23度电 每百公里 你P7上下班成本 我给你算了一下 你得11块2 这CT5油耗9.9升 是吧 咱们算一下你上下班成本 你就是每天要33块6 这个车是这个车三倍 选哪个 还是选CT5吧 我觉得买车是大事 要长时间的去试驾很有必要 为什么要从瓜子上架的车来选 因为它可以让你再开个6天 你带着家人 亲戚朋友都去体验体验 让他们再给你一些综合的意见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粉丝 以这种方式试驾 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大家多多包涵 学生们还有什么想对比的车 您来车库找我 我来帮你们借车 然后找好场地 我们去测一测 可能是不一样的 两个地方 我只是想去这家里 又是如果在飞 在那里面 这是什么 你这样